我們剛剛改完了程式碼,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其實我有好幾種改法啦 那最後當然我有多一個比較貼心 就是說如果你要最後呢 把它怎麼再移動回 因為你跑完之後你會發現 它的游標不會剛好停在假斑 你變成你還要再點它一下才切過來 所以如果你要再貼心一點的話 當然最後可以再把它寫一行程式 就是當跑完成之後你要移動到哪一個 會移動到假斑 就是把畫面切過去的話 那你就是在最後一行再打一個假斑點slate 這樣的話它就是幫你排完之後 然後呢再來就是游標放過來 OK 好那這樣的話就會更貼心啦 應該就相對就完善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顛倒放的話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這個i-1改成1就可以了 有沒有你會第一次移到第一個 再把丙斑放在第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你這邊i-1改成1的話 它的順序就變成什麼? 夾以丙丁 就是本來是由左到右 現在就變右到左 OK那所以其實蠻多種改法的啦 所以請各位可以試著改改看 OK 那這裡的話其實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剛剛的清單 其實一定是放在哪裡? 放在某一個工作表裡面 但是如果你放在某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其實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它跨工作表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在哪一個儲存格 有沒有哪一個儲存格 前面的告訴他說 在哪一個工作表 如果你少了這個東西 其實常常寫錯 程式大部分都是 就是忘了加上哪一個工作表 如果你少加工作表名稱的話 那一定會找不到 因為如果假設你忘了加這個 它有可能你切到乙斑的時候 乙斑裡面沒有 那就會找不到那個清單 所以這一點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那你想說老師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 就是說一定要跨工作表的這個問題 有 如果說你將來你不要說把這個清單 放在某一個工作表裡面的某個範圍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你可以用在VBA裡面 你可以建一個所謂的陣列 那陣列的概念 其實也類似像Excel裡面的這個清單 只是說這個陣列 它的資料是放在記憶體裡面 也就是說它不會受限於哪個工作表 那至於要怎麼寫 如果你不太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 我有寫好一個用陣列的寫法 那這個陣列好像我記得前面 我們好像在第一堂課裡面也有提到 第一堂課第二堂課也有提到 用那個Split切割的時候 它切割回來也會是個陣列 那所以呢我們比如說這邊的話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在第一個單元第六頁裡面 如何建立陣列的地方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Ctrl C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建立那個陣列的話 你就是 假設我把那個清單我不要放在這裡 也就是說我如果這邊不要有清單的話 OK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那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你可以在什麼呢 在你的程式裡面 多增加一個叫MyShits的一個變數 那如何產生這個陣列很簡單 開頭的話呢必須要用一個函數叫做Array Array其實是陣列的意思 那瓜糊裡面的話你就放第一個資料 第二個資料 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第四類推 那這個地方因為它原來是串在後面 那為了要讓它可以Enter到下一行的話 那我加一個底線加Enter 然後分別是把那個剛剛的那個清單 把它變成一個陣列 那也就是說 好處就是說你就不需要加上哪一個班 可是以後要怎麼存取呢 特別注意它的順序一定是 這個是編號 它的順序的話是0 1 也就是一定從0開始 它的順序 如果說你假設老師那可不可以從1開始 如果你要從1開始 有一個就是 權宜的辦法啦 就是說你可以在這邊 把1 把1 把D0的空間 把它怎麼樣 控開來 這個時候假班就是1 OK 那你如果要存取的話 我把它 如果你要存取買 序則的D0個的話 記得喔 這邊的話其實就可以把這一行拿掉 我把它註解 我把它註解 這邊把它註解 OK 如果你要改的話呢 記得把它改成X 等於什麼呢 等於MySheet 就是上面 MySheet S.H.E.E.T. 就是這個 刮斧裡面的話呢 那你就放第幾個 那因為呢 假班是第0個 所以呢 我們如果假設用I來 取那個資料的話 因為你如果 假如說你不用I來取那個值的話 那變成你另外再起個變數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用I 那I的預設值是2 可是我要從0開始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減掉多少 減掉2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2減掉2 那這邊會得到0 0的話呢 那就取到假班 如果假設3的話 3減2那邊已班 可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哪個資料的話 記得喔 上面是 建一個陣列 下面的話是 取哪一個陣列的值 就是去詞瓜糊 裡面給它一個數字就可以了 如果裡面是0的話 那就是假班 以此類推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喔 我們就改完了 所以 乾脆我們把它分開來 好了 這樣 這樣好像 我把原來的 把它 把它 改回來 好了 OK 好 那我把這邊 再另外再增加一個 這邊叫什麼 這邊叫什麼 叫正列好了 OK 不要從清單 從正列好了 然後改的方式就是說 主要是這個地方 取值的話 所以第一個喔 我的清單呢 就是在這邊 OK 如何建正列 我想喔 你們有機會可以多練習 其實最重要的是那個array array的這個function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是把這邊 x 改成就是這個名稱 瓜糊 所以這個名稱 好 加上一個瓜糊 那第幾個的話呢 我們可以根據第i一個 減掉2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改完我們要的程式啦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誒 理論上應該沒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們 就 那當然你把這個打散好了 反正我們這地方 因為剛剛是已經排整齊了 沒關係你就是自己再把它 隨便再按照不正確的齁 ok 那你也可以再寫一個打散程式啦 不過我想我們就先鎖動一下 ok 然後呢 再來按F8 那你會發現 先增加一個正列 那只是正列你游標放上去 它不會顯示喔 那你要怎麼樣讓它顯示 幾個方法 你可以Ctrl G 這邊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知道說 正列裡面的什麼值的話 一樣一個問號 加上一個MySheet 比如說你要取 哪一班的話 那我剛剛講過 刮鬍0 刮鬍0 Enter 就假班 那刮鬍1的話 那就已班 意思類推 ok那 假設嗨班的話 那應該就是刮鬍應該是吧 12嘛 嗨班 因為它從0開始 所以它第13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滑鼠 就是移動到 買sheet上方按右鍵 有一個叫新增間看式 因為正列的話 它不像說一個變數 它直接游標放上去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看正列內容 你要新增間看式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多一個運算式 點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也有 買sheet刮鬍0 就假班 意思類推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讓它可以run成功的話 一樣 按F8 那你會發現 買sheet 這個減掉的話 取得什麼 取得是假班 ok 然後假班移動到 什麼呢 第1個的前面 第幾個的前面 第1個的前面 所以就把假班移動到 第1個前面 沒錯 意思類推啦 其實都一樣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就全部排完了 所以喔 用那個正列的好處 其實就是說 你可以少一個 就是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但是 至於說呢 這個方法到底 好不好用 這個就見仁見智啦 所以有的時候 你想說老師 我是覺得沒差 那沒關係 你可以忘記用正列方法 因為正列其實就是 把那個表格 放在記憶體而已啦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把那個正列的部分 把它 試試看 那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假班 這個還是要加 加這個清單 剛剛的清單在這裡 清單這個範圍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把這個 這個清單有沒有 轉移到正列裡面的話 其實也可以喔 所以喔 這邊的話 不好選 要不然你優標先放在清單 按SHIP鍵 再去點HIGH班 這樣也可以 感受C 然後貼的話呢 就貼到哪裡 貼到 假班這邊貼上 感受V 然後記得這邊 把它改成 符合目前的格式好了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你可以怎麼樣 因為這個 畢竟還是要 土法煉鋼 自己去建這個 這個正列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一個 這個範圍 直接從這個清單 讀到這個正列裡面 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那只是說 寫的方法 這可能要再另外一個 把這個再複製 貼到底下 正列2好了 那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我們就可以把它 改成什麼呢 那個範圍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那個範圍在哪裡呢 特別注意 就是RANGE I2到I的14 所以你這邊可以改成RANGE 然後呢 跟他講說 從I列的第二 到I列的第14 那因為呢 因為他可能會跨 他可能會切到別的公主 所以比較保險的做法就是 你在前面加上 SHITS假斑 就是 我要取得這個 買SHITS喔 他會是 在這個範圍裡面 OK 不過會有個地方 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用這個方法過來的資料 他會是 變成二維的正列 那我們剛剛呢 建的那個正列 是所謂的一維正列 所以你底下的這個寫法 就要改喔 OK 這個寫法是可以這樣做 只是說 你如果說要用什麼 用那個 就是用這樣的做法的話 那最大的差別 我們可以RAN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清單還是要存在 如果把它按F8 那你會發現喔 那你會發現喔 一樣啦 游標放上去按右鍵 新增監看室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監看室裡面的資料 把它點開 那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的買SHITS喔 他會變成就是說 1都點1喔 剛剛是什麼 這裡面應該沒有 唉唷 因為這個被被蓋掉 那你會發現 剛剛是什麼 買SHITS 就只有一個數字 那現在的話呢 因為我剛剛提過 RANGE 他是二維正列 變成說他一定前面是列 有點像是SELLS 前面是列 那後面的話呢 是藍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的話 是第一列的第一藍 第二列的第一藍 所以你會把後面的藍都一樣 因為其實 那前面的數字呢 只有前面的數字不同 所以呢 假如說 我要拿來 直接把那個範圍摳過來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喔 把這個範圍摳過來 那我買SHITS後面這個地方的數字 那記得要多增加一圍 那後面你會發現 一定都是在第一藍 所以你就逗點1就好 那前面的數字呢 RANGE 他不是從0開始 他是從1開始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把這邊 改成-1就可以了 而不是-2 OK 所以如果這樣改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理論上 這樣應該就OK了吧 看一下 這邊應該是取的 對假斑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改成那個 從RANGE裡面讀資料到陣列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改的方法就像這樣子 那我先把它顛倒放 讓它重排一下 OK 讓它重新排一下 有沒有 假斑 那如果要再把它改回來 就是I-1 I-1 這樣就OK了 沒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剛剛又多講了一個陣列 建立一個陣列之後 取陣列裡面的值 從0開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喔 如果你不想增加一個陣列就麻煩 你只是想說 把那個範圍讀到那個陣列裡面的話 那最大的差別是 這邊是一維陣列 那這邊是二維陣列 會多一個什麼 豆點1 這個指的是哪一欄 因為這個範圍只有一欄 所以是 都一定是第一欄 那不同的是哪一列 它列的話是從1開始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那一樣我會把這個層次 一樣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